欢迎来个现场带您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上午呢 她是到新北市的共僚 跟一群婆婆妈妈包粽子 不过呢 又被问到敏感的副手问题了 她是怎么回应的呢 现场要最新状况 联系给记者白淑华 淑华 好 主播观众 再过一个多礼拜 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平常很少下厨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她今天特别到新北市的共僚区 跟婆婆妈妈一块来包袜掌 那么包粽包粽 婆婆有2012包粽的意味 因此呢 蔡英文也被问到了 2012的副手人选到底选好了没 因为昨天在台中的东市一场活动上面呢 有民众就点名说 蔡英文跟苏家全来配对 非常的速配 那么其实呢 蔡英文当场也自己说呢 她跟属猴的在一起的确很旺 苏家全刚好就是在民进党内 属猴的重要的要角 也因此呢 蔡苏配真的成型了吗 今天蔡英文她自己 是说呢 希望大家给党内多一点时间来思考思考 我们来听蔡英文自己怎么说 我点名说您跟苏家全来配对的话 非常适合 哦真的 下次请他们告诉我好了 那你自己怎么看 我刚才讲现在副手的人选还是要整个党共同来思考 那我想还是让大家有个大家思考讨论相互脑力激荡的时间 那我们也不急于时 我们现在最优先的还是把我们整个大选的竞选的结构 把它做好 让相关的人可以到位开始进行我们整体的选战的作业 好对于2012的副手人选呢 蔡英文要求大家再给她多一点时间好好的来想看看 那么其实呢 今天到新北市共疗包霸掌 蔡英文去年在选新北市长的时候 她就已经来过同一个地点也是来包霸掌 那么今天亲手秀一段呢 蔡英文说今年的料比较多 那么她也希望大家在2012总统大选的时候多帮她一点忙 因为呢 她去年的她在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在共疗得票率有61% 那么今年蔡英文她也希望说可以得票率冲破七成 她也说了一旦她当选总统的话 绝对会落实非核家园的政策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的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接下来是三令新闻的独家